她是无止理论的最先提出者 我总是觉得管理一个事物 不是要想把事情做好 是所有跟这个事情有关的 应该是通力合作 所以当时我就借助佛家 他有一个故事叫做五指增大 他曾努力降低股票发行门槛 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去选择股票 20年前当政策会主席的时候 熊市被大家呼吁 说四点要求 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停止一年IPO 对 当时您是没答应这个 我完全不同意 他如何看待国内的证券市场 创业版 就是这个东西 标准太高 本期意见中国 遵访台湾前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戴立宁 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戴尔您好 就是之前证券会主席萧刚 曾经引用了一个资本市场的五指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市场也会特别关注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理论 最早是您先提出来的 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五指理论的来龙去脉吗 五指理论呢 实际上是差不多20多年前 那个时候我担任台湾地区的 相当于我们这边的这个 证券会主席 就职那一天 我们慢慢有点感触 因为获克一门 对吧 那我们就谈到就是证券市场的管理 其实我一直不满意 就是证券市场的管理是一种两元的方法 有一个管理者 然后有一群被管理者在指挥 他们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我总是觉得 我总是觉得 管理一个事务啊 都是要想把事情做好 是所有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 应该是同意合作的 所以当时我就借住佛家 他有一个故事 叫做五指针大 五个手指头 在针随时老大 大拇指说 我是老大 我是手续一指 那没有问题 但是 食指不同意 食指 我是最灵和的手指头 我是拿筷子 抠扳机的手 说我们男生扶兵役的时候 就晓得 这个没有食指扶兵役的人不要 你又不能打枪 是最重要的 最灵和的一个手指头 宗子也不干 宗子他说你看 我个儿最高 而且站在最中央 当然 我是最重要 无名字说 想一想看 你一生中最珍贵的戒指 订婚戒指 或者结婚戒指 就是套到无名字手上 据说无名字是东心的 所以我当时最重要 小母子 很无赖地讲 是说 这个是佛家的故事 他说 当我们合掌礼佛的时候 我最靠近佛 我最知道佛心 我借这个故事 来谈证券市场 我那天是就职典礼 我借这个故事 来谈证券市场的管理 证券市场 参与者最重要的 手续一纸 当然毫无问题 是投资人 实指提供服务的手指筒 证券商 交易所 中指是谁 我们知道 证券市场最重要的是信息 我们其实所有规范的是 信息的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 中指 它是正好在中间 不偏不一 要高瞻远逐 这就是媒体 你们 我以前是把诗子 把证券市场所使用的会计师和律师 放着诗子 用它提供服务 我现在的思想 我认为比较成熟 我把它从诗子转移到中指来 因为它扮演一个 保证信息准确的一个功能 无名字 戴戒指是有钱的 就是商务公司 商务公司的老板 商务公司要把它经营好 它的公司治理要完整 这是 小母子是谁 小母子是证券会 我们知道五个手指里面 最没有力量的是小母子 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 证券会在负责 整个市场的管理工作 要靠它的力量 拼命增加的人 不可能办得到 是唯一的方法 是当我们赫尝礼佛的时候 最靠近佛 我们可以借用佛法 什么叫做佛法 就是法律 证券会在规范这个市场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利用法律 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它怎么有效地 去把这个公司重新分工 分配给所有市场参与的 不同的人 来共同把事情做好 结果最显著的例子 比如说价格 证券价格究竟 适当不适当 以往我们都是领导 因为它关怀 忧古忧民 所以一旦价格太高的话 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找一些事情 曾经发生过 比如说加一点樱花税 之类的 好意了 就是不希望大家被套牢 但是问题是 证券市场是一个极端快速反应的市场 常常过度反应 所以你这个政策一出来 大家都晓得 觉得这个是股市太高了 所以它会过度反应 它会降到远超过你预期的标准 它永远会过度 所以一旦过度了以后 当初这个说施压政策的人 他是满心好意 他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他又采取种种烘托的办法来 如此这般 但是市场是敏感的了 它会过度反应 所以它就会又上去 又超过了 如此这般 管理者忙死了 一会儿拖 一会儿离开 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 因为错误的工作的分配 因为误以为 价格是由 建政策会管理者去管理错了 价格是应该交给 投资人自己去管理 而且投资人管理啊 他一旦做错了 他马上学得很快 他亏了几次 比谁都怪 所以我常常在讲呢 你会走路为什么 因为你摔过跤嘛 你在学走的时候 没有摔过跤 你想他走路吗 一个投资人 假如不要让他 他亏过本 他怎么学会投资呢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要把这个价格管理工作 交给投资人 不仅如此 我们要教导投资人 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投资 除此以外 投资人在市场其实也是很无奈 不错啊 对吧 我也晓得公司经营的情形怎么多 我才来了 问题是公司会把他真实的经营结果告诉你吗 未必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用法律的力量强制这个无名字 在适当的时间公开和这个充分的披露 把这个信息交给投资人 所以我们上次很简单的一个比划 你就知道 其实每一个指头都有他的功能 我们正正的问题是 如何去重新分配他的功能 把适当的工作交给适当的人 这就是无子理论 而不是避免了 以前我们都管理学大家都知道吗 管理者跟被管理者 才能够对立的地位 所以X理论Y理论 这个人是勤奋的 那个人是懒惰的 所以我们的管理方法会不一样 那是一个两元理论 所以说无子理论根本来讲 是把破坏这个 是把变成一元化 而且为其如此 为其如此 才变成真正比较容易做 而且也比较有意义 我觉得做得很简单 我说我们正确市场的管理者 我们不妨学一学 交通管理的管理者 我们知道交通管理 十字车祸九字快 所以交通管理里面 常常对于这个违规的超速 做出发 以前怎么管呢 很简单 我们看美国电影就知道 一个很壮的警察 骑步 大的摩托车 躲到一个阴暗的角落 当车子经过的时候 超速的时候 追上去给他一个 给他一张发弹 问题来了 车量越来越多 相对的警察没有办法 配置的那么多 怎么管理 管理还是更重要 交通管理者 他们比较聪明 他想出一个办法 在这个经常容易超速的地方 不再是由 躲在一个阴暗角落的警察 在做这个工作 而是在这个地方树立了一张 一个牌子 前有车速照相 这是完全管理思想的一个 大幅的改变 原来超速的管理 是从警察身上 很快地转移到驾车人数上 所以哪怕车辆再多 有多少车辆 就有多少驾车人 所以你不需要再增加人力 这是用简单一个管理观念 实际上达到的效用往往比 我们常常认为是说 事多更需要人数更多 其实错了 很多事情太多的人往往做吧 所以说物质理论 所探讨的其实是这一点 它不仅适用于证券支撑 其实在任何一个市场 在规范的时候 其实就我的想法 应该是让所有共同参与者 大家都了解到 他每个人如何扮演试探 作为政府的管理者 或者高层的管理者 只是扮演一个规则的调整 工作的分配而已 所以跟这个相关的 其实我就顺势地提出 所谓三把理论 三把理论 什么叫三把理论 第一个 把市场还给市场 这间市场是一个市场 但是我们有太多的人 太关怀这个市场 往往用 我们市场一般来讲 都是有一个看不见的 invisible hand 但是 我因为太关怀了 基于好意 基于善意 会用一个看得见的手 政府的手 政策 去干预这个市场的运作 证券市场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 我的看法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市场 还给市场 还给那个看不见的手 看得见的时候 尽量把它放得低下一点 不要多做 所以把市场还给市场 第二个 把管理 归出效率 我刚刚谈过了 我们不同的管理 关于价格的管理 市场效率的管理 公平交易的管理 信息 披露的管理 所有不同的层次 有不同的人在做 谁做得最好 我们应当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他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 价格管理是大拇指的工作 小木子来说是做不好的 做不好的 我们挫制了这个管理 就会使整个的管理有纷扰 我们都是好意 我常常在讲 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心善认证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做好 但是无奈 这里面有认知跟沟通的问题 所以把管理工作重新按效率 重新去分配 交给了一个可以管理的更好的人 比如我刚刚讲了 我早期提出来的时候把证券市场使用的 这个律师跟会计师 尤其是会计师 都放在这个十字的位置 它是提供服务 但是我现在我的感觉是 它不仅提供服务 它应该是有高瞻远逐 不偏不一的信息披露 可能会有重要的一些财物 而且证券市场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息 正确与否 正确与否 所以我第三个就是把信息 正与透明 在这个证券市场非常有名的话 美国有个大法官叫布兰迪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有很有名的话 他说 他说 日光灯是最好的警察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所以我们把一些信息 把它透明了 交易就会公平 就会公正 当然是个公开的 公开实际上就是谈这一点 所以三公目的的达成 最重要的 作为这个信息的透明化 假如能够把这三点做成 我觉得证券市场 应当是不难规范 而且我很乐意 证券市场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初期市场 产业的发展 假如没有一个 有效的职业市场的话 我不认为有机会 代表您刚才聊到了 那个五指理论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A股市场的 这个环境下 看你的这个五指理论的话 那您觉得就是 五指有没有各归其位 有没有出现这种权利的错配 我不是十分了解 这个大陆市场的 实际上每一个管理的细节 因为刚刚讲了 这个分工实际到相对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应该和这个 我刚刚谈的五指理论是吻合的 因为我们可以预见得到 国内的市场是越来越大 我们不可能把管理者同彼于一路再增加 一路再增加 所以人永远它的增加是有一个限制 所以回过头来 现在不是一个量的问题 而是一个值的问题 所以管理的工作 再重新做分配 是有效地把管理者的工作跟责任 权利跟义务重新做一个调配 会不一样的结果 纵货以前是 因为在市场开放的初期 管理者要多扮演一点角色 尤其关于投资人教育的角色 要扮演多一点 但你当投资人教育到一定的程度 或者有其他的专业机构去取代的话 那管理者就会相对来讲 把他的注意力做移到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你刚刚谈的 爱股实际上是一个法管 其实A 因为基本来讲 我们读法律都知道 股东平等原则 那应当是所有的股东都应当是平权 怎么会因为市场的不一样 变成价格的不一样 因为权利业务并没有不同 这个价格的分割 实际上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A股跟B股的分割 我的看法不是合理的 所以迟早应当合了 那就是现在的A股市场 其实也已经持续了7年的熊市了 我们知道台湾的加权指数的熊市 是持续了22年的 那您觉得在A股市场上 就是它会 就是像台湾的市场这样 会持续熊市很长时间吗 你讲这个话 其实我其实不懂 大家都有我很懂股票 我其实 这些 因为全世界 想这种图形技术分析 是最 因为中国人数学非常好 这个我不大懂 我也无意去了解这个技术分析 我们知道就是A股历史上 它是出现了八次的暂停和重启 就是最近的一次是暂停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你是讲IPO 第一点 我非常反对 中文参照了英文 中文是一个优美的语言 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参照了一些外来语 而且这个外来语是极端粗糙的外来语 比如说IPO Initial Public Offer 我们可以用很优美的中文 也不会多去替代它 比如说 首发 或者是上市首发 再替代它 我希望我们的中文 能够尽可人 帮它纯净化 少用IPO这类的字样 我觉得媒体能扮演很重要的责任 所以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 停止一年的首发 同样的问题是我遇到的 我在那一年 二十年前当政见会主席的时候 熊市 所以大家呼吁 而且因为台湾相对来讲 管制比较松 而且是个群众运动 大家集合起来 呼吁 提出四点要求 其中有一点就是说 停止一年IPO 对 当时您是没答应这个要求 我完全不同意 你怎么想的 我完全不同意 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个是我刚刚初出上任 大家对我没有信心 但是所以说很简单 很简单 我公开跟他们讲 我完全不同意这个做法 我正好相反 我不仅不停 我要去把上市的标准下下降 降低 合理的程度 鼓励更多的公司上市 把这个浅跌的跌子 加宽 加厚 但是我晓得 证券市场的变革 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那么理性 有这么多人参与 大家都关系到他的投资 严重一点 身家性命 你一个人的想法 你假如没有得到共鸣 最后注定一定会失败 我觉得我很得意 我类似本来是参加 国际证券管理者会议 在墨西哥 我很想去 因为对亚马文化 一直很新 我想跑去看看 但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至今都没有去 我就停掉 我在台湾 一连串 从南部开始 一连串 连开七场 每个地方 很紧密的 开七场座谈会 跟当地的所有的证券商 告诉他说 我要怎么办 为什么 我把这个理由说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 真的的问题 是一个潜贴市场 所以心理资金不会进来 所以假如我们 依照这个地方 你想一架公司 永远卖旧货 而且旧货价格高 你会去吗 最后就倒闭 所以我们的做法 正好相反 我要让新的东西上架 你吸引新的 因为新的东西上架 中间有比价关系 价格就会合理化 新的资金会进来 如何让更多的公司上架 就是我认为 以前的这个门槛 太高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 我要把门槛降低 哇 不得了的事情 人家要你停止这个 上市 你把上市的标准降低 让更多人上市 那还得了啊 那不仅是股民啊 纷扰了 你要知道台湾立法院都出来了 一个又出来 我记得 我到立法院去 一个立法院 我言语还是很歌迹 他说代主委 我对他 我说你是很想做事的 听说 你要把上市的门槛下降 我觉得 你政管会主委是要保护投资人的 你应该让好的公司上市啊 怎么可以让不好的公司上市啊 我是非常快的反应 很快的 我马上就回答 我说某某委员啊 你讲的话 我完全赞成 我们知道是好的公司上市 但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的标准是 一个公司 它连续三年 它的这个 获利啊 都是10% 我们让它上市 因为它上市了以后 它的财务成本会下降 会下降 它的内部管理会改善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会赚更多的钱 获利人力会更强 所以从10%变成12% 15% 18% 20% 但是它不大可能变成30% 因为我们知道 任何的产物啊 任何的这个产品啊 它的价格 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高点 获利人力也是一样 所以不可能大概30% 20% 从原来10%变成20% 20%非常好了 但是 假如我把上市的标准下降的话 下降的话 不要10% 60% 6% 就准许它也上市的话 假如这家公司是和 原来10%的公司 是经营同样商品的话 所以这方面比较了 它因为 它的财务成本下降 它的内控会改善 所以它的营业的协效会提升 从原来的6% 变成12% 因为它经营同样的商品 它当然也会18% 甚至于20% 它永远不会达到30% 因为同样商品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委员先生 请你告诉我 哪一家是好公司 所以我把上市标准下降 把市场深度加深 从此以后 没有人讲话 开放了以后 很短短的一年 有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就出现了 我们的 这个指数 都是上升的 但同一个时间里面 那个市盈率下降 这表示价格合理化了 合理化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做管理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违政的时候 也需要沟通了 我提出一个口号 因为当时 有一个我的长辈 听说我要去当 证监会主席 说我将来 我有点钱 将来投资 要买什么样的股票呢 我就讲到 当然买极优股了 但我们也想到 话就讲完了 后来我就当证监会主席了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我照你的话 我去买极优股了 我们也想到 极优股本来是业绩优良之股 现在都被套牢了 变成极优股是累积优患之股 所以我很感慨细致 我针对这个市场的情形 我的观察 发现的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 我喊出一个口号 叫做 因为我们喜欢把 把公道还给极优股 因为极优股 它的价格 因为极优股 大家要炒作 不敢去碰它 因为它太大 它太大 所以它变成没有人碰 变成大牛骨 就没人碰它 所以它反而 它的价格不好 而且通常容易炒作的 一般来讲 都是短小轻薄 小股票 怎么样去操作 圈羊套杀 我不要多解释 大家就晓得 所以什么 倒反插件 一般业绩并不是很好的 长朝被作为炒作的标准 炒作的工具 所以它热闹得不得了 火红 假如符合短小轻薄 而显然价格适当的 这个都是管理者的责任 他当初 把他所谓工作的分配 发生了问题 这个情形很显著 我观测到 国内的 最新推出的什么版 就是商业版 就是这个问题 标准太高 我特别谈一谈 大家都以为 我们把门槛高 只有好的公司 才可以上市 都是好意了 是错误的 因为我刚刚讲了 好与坏 是未来的业绩 而不是过去的财务保表 但是我们的审查 它是根据过去的财务保表 它完全忘记了投资的本质 投资是未来不是过去 投资过去再好 真是合了 一个一句股市 夕阳无法好 和谐近黄昏 所以我们把价格定得再好 我们知道 任何产业都有周期 你让它最好的时候 表现的是上市 意思是说 它是夕阳工业 我们没有理由 让西洋工业 我们投资资本市场 希望是一个未来发展的市场 假如我们把这个价格不合理的 把这个门槛不合理的提高 上市的往往是西洋产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我上市的门槛高 自然 一旦上市 就是愉悦龙门 马上身价非凡 有足够的动机 让人作假 所以 我在台湾的经验 这两类情形非常多 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为什么 上市了以后 它的财务成本下降 它的内控会好 因为很多规定 它应该获利会改善 为什么不改善 我刚刚谈的这两种 是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是一心求好 把门槛定得高高的 其实是不然 忘记了 这个是一个社会的 一个动态社会 各种财务报表 我们不是去研究历史 历史对未来 也许是一个现象 可以共参考 但是投资它的本质是未来性 所以我们如何去调整 这一点非常重要